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当你能够理解佛法的无敌智慧的时候 你完全进入空性 不知道 不知道反而空了 你知道了 你就烦恼了 举个简单例子 当你知道一件事情 你就会很烦恼 当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不去管它了 哎哟 这件事情啊 搞也搞不清楚 你不烦恼了吧 这件事情 对 我搞清楚了 就是它不好 就是你对 过一段时间 过一段时间 我搞清楚了 就是你错 是它对 你进入了是非当中 你没有真正的去理解他们两个人吵架的原因 所以师父经常跟你们讲 空性境界 其实就是进入了另外的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远离五着恶事的世界 五着恶事 所以无论你看什么 你念经也好 拜佛也好 看生从何来 死往何去 其实都是一个概念 因为它无生亦无死 亦无所得故 一切法都无所从来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法是怎么来的 你也不知道这个法是怎么去的 你们最深也就知道 这个佛经 这个法是从菩萨这里来的 但是菩萨的智慧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生不可测呀 那才叫心生啊 那才叫般若 波罗蜜多时 你要到达了彼岸 你必须要深深的懂得佛法的智慧 所以故般若称为生般若呀 所以有善根的人 他有时候坐禅 身体空了 哎呀我空了 很开心 你真的空了吗 因为你身体空了 你心没有空啊 你心 你心扎念纷飞呀 你身体空的时候 你的心念就开始起来了 所以很多人 所以很多人坐在下面 心在外面 很多人跟师父讲话 心不在我这里呀 左看看右看看 他想的是他自己的事情 做的是他自己的境界 你看看他自己的心 他能守得住吗 因为每一个人的心都有无量的妄念 用现在话讲 就是拥有无量的妄想心 所以无量的妄想 你让他怎么样不生出来呢 你只有用智慧 心中充满着般若智慧 自然他的妄想心就生不出来了 你的涅槃心 智慧心就生出来了 所以在生般若中 观世音菩萨说 照见五蕴皆空 所以五蕴就是众生 五蕴也可以说是自己 因为每个众生 他都拥有色受想行事 若想认识自己 你自己就是拥有五蕴之神的人 所以蕴即盖夫之意 也就是说 这个五蕴的蕴是什么意思呢 又有一种意思 就是像云 像雾一样 可以遮住你的内心本性 所以这个云 有五种云彩 有五种的云雾 它可以遮住你的本性 所以你必须要透过它 就像乌云 有时候遮住了太阳一样 你要透过乌云看到太阳 照出来那种七彩光 你菩提心就不会被五蕴所覆盖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五蕴 你的菩提心才会出来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心呢 我们现在这个心 称为妄想心 你冲不过自己的五蕴 你就产生了妄想心 远离了菩提心 所以你就不能称为真地心 你不懂什么叫真地 所以说是人我是非心 每个人都有人我是非心 贪着名利之心 五蕴 五蕴只有在空性的时候 你才看得见自己本性的菩提心 所以我们修心要从菩提心修起 一直修道成佛 那么很多人说了 我要升极乐世界 我对五蕴怎么理解 你想进入空性世界 你想修成五蕴皆空 你才能到极乐世界 因为杰着 杰着就是色蕴 杰着就是色蕴 烦恼着就是想蕴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在下次课上 专门跟大家讲五蕴 杰着 杰着就是劫难 劫难着就是看得到了 和心里的劫难 和外界的劫难 就是色蕴 对质 烦恼着就是想蕴 你烦吗 脑子是不是想 见着就是受蕴 众生着 与众生各种接触 就是行蕴 命着就是你的意识 造成了你的生命的走向 所以你只有空了五蕴 你才能去除五着恶事的 残扰 你才能到极乐世界 你才能造见五蕴皆空 你的心才能变成 唯一心事的净土人间世界 所以释连扰 他所说的一切经典 实际上就是叫我们要空五蕴 要造见五蕴一切皆空 心经固然如此 心经固然如此 弥陀经也是让我们离开五着 要离开五蕴 要懂得拥有空五蕴 佛界有一个经文叫解身密经 他讲的是种子的意识和阿陀那识 实际上就是怎么样转到空八识 所以师父有很多东西要跟你们讲了 我再过几次要跟你们讲 这个四字 转世成智 成为智慧 把第八识转成四字 大家都知道八识吧 眼耳鼻舌生意 对不对啊 然后摩纳世第七意识 第八识阿赖意识 要怎么样转 八识就是五蕴 你有这个五蕴 它就在八识当中 所以眼耳鼻舌生 是就是受蕴 所对的五成是色蕴 你第六意识是想蕴 就是思维上 你第七意识 实际上你的意识在运作 你的思维在运作 在判别意识 在判定 那么就是行运 你的第八就是阿赖意识 就是形成你思维的意识运 叫识运 所以大家要明白 这些八识 就是从五蕴 而来 所以维师论叫我们 转八识 成四智 智慧 就是大圆净智 平等性智 还有就是庙观察智 成所作智 这个下一次我会跟你们讲 所以维师论 要我们转 也就是说你不管 你拥有什么样的人间的外相 只要你转八识 你就能够成为空母运 只要一件事情 你把它转换了 这件事情就变成智慧 在这里可能很多人 不能听得懂这个意思 师父举个简单的历史给大家提 想一想 夫妻吵架 你很恨自己 老婆的时候 你只要一想 很苦跟着你 这个意思一转 你就可怜他了 你自己内心的悲悯心就出来了 你就不会对他做出伤害他的行为和语言了 比方说 这个孩子太讨厌了 你自己生的 但是他实在太讨厌了 这个时候你就想 他投到人间 他吃了这么多的苦 也不容易 他也曾经给家里带来过快乐 你这么一想 你是不是转世成智了 你是不是智慧就出来了 那么为什么要转成大圆禁智啊 平等性智啊 这些就是师父 下一次跟你们再讲的 应该怎么样拥有大智慧 用大智慧来包容它 来解决人间的烦恼 你的四智 这个智慧 是四种智慧 就是你的佛性出来的 所以你能够转换 把人间的一切烦恼 你转换成智慧的话 你不就是在人间 已经拥有了菩提心了吗 好 那么 每一次呢 这个最后师父都会跟大家 讲个故事 讲个故事 今天呢 跟大家讲的呢 就是 佛祖啊 释迦牟尼婆 我们伟大的佛祖 他在弟子当中啊 有一名叫周立盘陀茄的尊者 那么 很多人都听过 师父可能简单的故事也讲过 今天呢 这个故事呢 比较有意思 是展开讲的 而且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 而且都知道佛陀有这么个弟子 这个弟子呢 他呢 后来呢 被称为尊者 他的右名呢 叫 盘特 盘特 这个尊者从小呢 其实呢 他呢 比较愚笨 他的父亲呢 是一个不识字的奴仆 就是帮助别人做事情 但是很怪的 你看看他尊者的母亲 却是一位大父大贵 长者的女儿啊 啊 啊 嫁给了他的父亲 而且知书达礼的母亲 尊者的母亲啊 我们说 周历 盘特 妾的母亲啊 在产旗 即将 降临的时候 为了私母心切 他的妈妈呢 就是不顾一切的 就回到了遥远的家乡 就是周历 盘特 妾的母亲啊 就已经怀孕要生产的时候 他要回去看他自己的老母亲 将要到家的时候啊 没想到突然之间的 腹痛难忍 非常难忍 急忙躲到小路边上 不多时 一个白胖的男婴儿就出事了 盘特就是在这种情形下 来到这个世间的 可惜这个孩子从小 就是一个比较呆头呆脑的笨孩子 他对人间的很多的势力 一点都不懂 但是到了后来呢 他很有佛宝 他能够遇到佛陀出家学道 由于他的根性比较愚敦 佛陀呢 佛陀很慈悲的 佛陀很好玩 他就送念四句祭给他 他连四句祭怎么样也念不会 佛陀为了教化这个特别的弟子 佛陀就给他 佛陀就给他大开方便之门 佛陀就告诉他 看到盘特在扫地 他就指的扫帚说 盘特 以后你在扫地的时候 你一边扫 一边就送念 扫 扫 两个字 扫 扫 如果你能一心地持念 自然会念到好处的 就是经常去念它 起初盘特念扫走的 这两个字的时候呢 常常是念扫就忘了走 念走又忘了念扫 扫走 对于一点记忆力都没有的盘特 凡是见到他的人 都在七七四语地嘲笑他 和摇头 有一天 当地的齐悦王子 请佛陀和弟子们 到王宫里去受供 过去呢 很多皇宫贵族啊 他们就是把法师 请到皇宫里来供养他们 那是一种非常高贵的事情 那么 他们呢 就有意地说 不欢迎盘特 前去参加 不让他去 当佛陀和弟子们 到了齐悦家里 齐悦王家里受供的时候呢 主人呢 按照热带的 印度的风俗 于请客之前呢 先搬出水盆 让客人洗脚 这种礼节呢 叫做行清净水 就是大家把脚洗干净 所以你们看 过去丛林制度里面 洗完脚 上床睡觉 把脚洗洗干净 把污垢都洗洗干净 那么 齐悦王子呢 将水呢 已经端到 佛陀的面前 佛陀呢 不肯接受 齐悦王子呢 感到非常惊讶地问 哎 佛陀 你为什么不受清净水呀 佛陀说道 来受供的大众当中 盘特比丘 在不在座呀 他就问了 盘特比丘在不在呀 其余王子回答说 呃 佛陀 盘特比丘 连扫帚两个字都念不出来 他比起牧羊人还不如啊 所以我们就没有请他来 佛陀说 不 佛法是平等的 是没有高下的 没有差别的 你不请盘特 我也不受水 佛陀也不可以 接受这个礼仪 这个王子啊 知道违背佛陀的意志 是不可以的 来来来 赶快赶快 去把盘特尊者给我请过来 王子马上就叫下面的人去请了 佛陀看到盘特来的时候 佛陀很开心 佛陀要安难尊者 给盘特售波 就是给他一个波 吃饭嘛 收贡 盘特呢 很老实 他很纯洁 他就高兴地赶快站了起来 哎呀 好像很尊敬啊 人家给他 哎呦 谢谢啊 他要站起来 但是佛陀啊 看见他 你坐下来 不要用不着站起来 坐着就可以了 你看看看 佛陀啊 有他的目的了 因为盘特比 阿难尊者还要造出家 然后呢 佛陀知道盘特的座位 离佛陀很远 就是在很后面了 而且呢 之后呢 还要将波呢 送回到佛陀的手中 确实不容易 那佛陀呢 就开始呢 帮他了 其实佛陀就是让他看得起 周立盘特前 然后呢 这个盘特呢 就仗着佛陀 当时给他的一种能量 佛陀在那种微神力 所以有的时候 孩子傻一点呢 他很容易接受到 这种能量体的 你看干净的孩子 脑子比较直的孩子 他小脑筋少 他很容易修成的了 他一接受 他就马上就感受到 菩萨的能量 佛陀一给他能量 别人还没注意 修一下 这个波呀 已经送到了 佛陀的手中了 就等于 他吃完的那个波了 佛陀的手这么一伸啊 就飘过来了 送过来 这一个奇特的现象 我们说 就是功能了 大家全部投回过来看 尤其是齐悦王子 他急忙跑向前去 一看他有这个神功啊 就跪在了 盘特尊者的前面 忏悔 哎呀 对不住啊 就是忏悔 然后呢 把他呢 奉为上宾了 奉为上宾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盘特当初虽然愚笨 可是他有坚韧的狠心 经过六年时间 他不但念诵了很多的字 受别人计笑 他不灰心 他把嘲讽他 当成替他消夜一样 你们笑我 就是在替我消夜 他的心念一转 慢慢的清醒过来 越修越好 不再散乱 直到有一天 他开悟了 而且获证圣果 从此以后 智慧的心灵开了 他能够懂得 微妙的圣身佛力 他能够领会 佛陀深奥的法语 过去看不起他的人 大家都慢慢的 开始尊敬他 不再嘲笑他 盘特尊者有一次 跟随佛陀 以及四百九十九位 大弟子们 到阿罗达龙王处 去受供 受到供养 走到阿罗达池边 佛陀佛陀 佛陀命令弟子们 你们个人 引用一点 池中的八宫德水 因为这些八宫德水 谁引用过之后 佛陀告诉他们 你们都可以瞬间知道 自己过去的 前世的 再前世的情景 这时候佛陀又让徒弟们 各自在大众面前 讲述他们喝过水之后 看见他们前世的情景 那么轮到 盘特 他是尊命 他就说了 他为什么会如此的 这个愚笨 他说 众位 多生前 我曾是一个养猪的人 有一天 我赶着一群猪 要到市场上去卖 走到半途当中 有一条河 阻止了我的前景 为了赶早市 我又不能停留 因此 我就想办法 用绳子 把这一群猪 一个连一个的 全部扎起来 但是我又恐怕 他们在 河面上狂叫 所以我用棉布 将每只猪的嘴巴 紧紧地塞住 这时候 我手拉紧绳子 自己慢慢地渡过江 我人已经上岸了 然后 我把猪拉上来的时候 因为这些猪的口 被无知的我 用棉布阻塞着 他们不能喘息 到了江中 一群活生生的猪 都被闷死了 死猪上市 很难出售 我的全部本钱 都丧失了 从此 我的生活 非常的艰苦 我经常呆立在河边 鱼吃地看着河 想不出一条出路 有一天 来了一位高僧 他看见我 非常的可怜 就劝我出家 教我修行 死后 我生于天界 天福享尽 又再投胎于人间 由于我封住了诸口 伤害了很多生命的业力 所以我今生受了 蠢笨的果报 我因为全世出家的姻缘 今生又让我能够遇见佛陀 到今天我能证得罗汉国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在佛法当中 你愚笨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你要诚恳 善良 你要纯朴 又要懂得守戒 你只有用自己内心 善的姻缘 情修伯法 好好守住自己的身口意 菩萨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好 今天给大家白化佛法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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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